YES 那我們現在算什麼關係啊 確定說的話以後都反悔不了了 你願意 創造影男偶像劉聰出櫃 直播甜情帥網紅 含笑傻瓜 因為這次生日有你啊怎麼了 你喜歡我嗎 參加過大陸選秀 創造影2021的劉聰 日前直播幫網紅成綠慶身 兩人甜蜜互動 也坦承在曖昧中 因為 她是 就是第一次对男生这个样子 然后他那会儿就是比较纠结 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我在三下喝醉了 然后我跟他吵了一架 跟我讲了一句自己没太弯这个话 我已经跟你聊天 然后你给我说是 对那种跟我感觉就很抗拒 废话那是吵完的第三天还是第二天 你就来跟我 跟我在那就是当作没事一样发生 我肯定很抗拒 然后我就问他 你说我们还有可能吗 然后他说 他就说他说不知道 他说他就不知道我就说 你问了我 你说你现在对我还是什么感觉 然后你就问我 然后我就问你 我说你对我还什么感觉 然后你就说我发现我还是很喜欢你 是这么说的吧 但是我们那会儿因为我也没同意嘛 属于那种他有在追我的那种状态 然后后面就是他回了广州之后 就一直 就是那种状态就一直到现在吧 现在我还要嘴硬 还是没有在一起 你再继续追这个 干嘛你有干嘛 还不能碰一下 不可以 还没有那个 你要说像小狗一样的喜欢是挺有的 好宠物 很听话 有一种小狗 你是我的好宠物 有一种小狗的喜欢 你是我的好宠物 别这样 别这样 还 还没到你 还没下播 还没下播 好 真正好快乐送你白玫瑰 希望我们的爱情 觉得白玫瑰要成绩 没了吗 你就说这么几句啊 不会说呀 嗯 但就是 哎呦 我忘了说啥了 我真忘了说啥了 我脸都快红了 前面也念一下 小傻瓜生日快乐呀 怎么会生你气呢 两人因此登上微博热搜 虽然有不少网友 写上祝福 但也有人之一 是两人迈福炒作 陈绿亲自发文回应 直播只是陪我过一场生日 爱只有一种去向 就是心知所向